Sharon 還買了這個 大經濟 是要找一個會健身的男朋友 嗨 大家好 我是Ashley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好像已經很久沒有拍 健身相關的影片了 其實從我拍YouTube開始 非常嚴格的在管理我自己的體態 我的體態確實也得到了很大的改變 然後我從中獲得很多成就感 一直到現在六七年後的今天 我其實在體態管理跟我生活層面上面 有很大的改變 那像現在的話 我還是會定期規律的健身 但是飲食方面呢 我就沒有這樣的逼死自己了 我現在的飲食大概是80%健康食物 20%就是撫慰我心靈的快樂食物 我會有這樣的轉變是因為我覺得 生活中已經有太多的壓力了 那我想要在飲食這方面是放過我自己的 而且我對我自己現在是非常的滿意 我甚至已經忘了我過去那種嚴格隱控 然後逼死自己是什麼樣的感覺了 但畢竟這是一個健身的頻道嘛 而且我相信會追蹤我的人一定很大程度 是想要透過我的經驗去幫助你改變你的體態 或是你的生活 所以呢我今天很開心的可以跟一個正在備賽的朋友 他現在正在準備健美比賽 那就讓我們一窺美麗的比基尼選手背後的真實生活 嗨Sharon 嗨Sharon 好因為今天我們要一起煮飯 然後等一下給你挑食物好不好 好很無聊喔 沒關係啊 我就已經有心理準備了 好就是後來你就吃到就是很厭世 哈哈哈哈 就這樣就不要懷疑就是老人吃的食物 好歡迎 東西有點多一點亂因為我跟室友一起住 喔你有跟室友住喔 那你知道我最近剛好有做一個心理測驗跟室友有過 喔真的嗎 假如今天你下班回家室友煮了滿桌的菜給你 你第一個腦中浮現想法是什麼 三 那答案是什麼 等一下給你講 Sharon你平常都自己煮飯 對啊我現在就是剩下最後幾天我就只能自己備餐 雞胸 玉米筍 就是老人餐的概念 因為我現在只能吃這一些 不會啦這些東西也是可以變得很好吃 加一點調味的話 像是 像是醬油啊 烤肉醬啊 那真的吃上去可能就是大水種 真的是對我們的大禁忌 Sharon還買了這個 對就一定要減納你知道嗎 大概7克 7克 7克鹽 7克鹽 好嚴格喔 穿這褲子很好看耶 是不是誰家的 哈哈哈哈 這是什麼冰箱啊 你也太多東西了吧 這不敢 你不應該看等一下我開給他們看一下 我不行看 這真的打開潘朵拉的 哇 哇 不是吧 這是什麼 欸 我有看過 有看冰淇淋 這超好吃 Sharon你之前為什麼會在國外 因為我之前去英國讀大學 然後我是學時裝的 大家都會覺得很夢幻的那種科系是 時裝採購 就是你覺得好像可以買很多衣服 但事實上不是 然後採購布料 你要懂布料 然後你要懂數學 你要懂可能成價等等 就很像是在幫一個選貨店 或是幫一個百貨公司在選品的概念 但是呢回來台灣之後你就覺得 嗯用不到耶 你有缺工作嗎 你可以來需要課程感嗎 好像可以我可以幫你負責採購布料 可以喔 可以喔 你有在增人嗎 有喔 很缺 哇哇哇 很好用是不是 很厲害耶 我剛剛做得那麼辛苦 然後我只要垂哥 慢慢點挑戰一下就好了耶 超厲害 耶 所以你平常都吃這些啊? 對啊 所以在只能吃雞胸或鯛魚 玉米筍 香菇類 櫛瓜 你現在一天的熱量多少? 差不多1300耶 每一天我就吃30克的碳水 非常非常低 然後就等於說120克的地瓜 或是180克的馬鈴薯 然後我現在剛剛會秤鹽還有油 那這樣雞肉你怎麼算? 只有一整天下來加起來580克 這麼多啊? 因為我現在不能喝高蛋白 我不知道你有聽過 有些健身到最後他們其實不吃不喝高蛋白 不喝高蛋白 就是瘋狂吃雞肉 然後就是素變一堆 但是因為雞肉有飽足感 營養也會比高蛋白還要更好 比較圓形食物一點 好奇你是怎麼樣克制那些對美食的慾望 就是身邊的人會非常的辛苦 拒絕一切他們想去吃的餐廳 一切就是非常的清淡 樸實 樸實 文化 然後老人般的生活 我一直說我現在過的就是 就是非常老人般的生活 因為我覺得每天都吃一樣的 但是我覺得還好是因為我在英國 真的就這樣吃欸 就是覺得已經很習慣了 就直插 沒辦法吃最愛的饅頭 超愛吃饅頭的 我想要想到 我算你今天很厲害的蠻多 千萬 喔沒有有時候都這邊 OK好停 不要去想像 就是這一塊就是有一個想像空間 因為當你有想像空間 你就會開始 慾望無限到 其實那個會開始吞口水 去查什麼foodie的 眼前就是 營養素表 雞熊肉 然後跟青菜 就這樣 記得我以前在飲空的時候 我眼裡真的只剩蛋白質碳水跟脂肪 對不對 你不會去想說你要吃什麼 像我朋友來我家說 欸你要吃蛋白質還是 是汗水還是脂肪啊 你會有一個習慣說 你蛋白質這樣 這樣就桌上 而且我去餐廳的時候 一定要帶磅層 你覺得這樣交男友 就是要找一個會健身的男朋友 要懂你的男朋友 對對對 選手的另外一半很辛苦 會非常的接受一些另外一半的情緒 沒錯 現在不用了 現在就是非常輕鬆自在 因為現在男神 男神 他的IG在這 不用不用 現在就是現在在肩肉我生活 真的很可怕 因為我現在再來比賽 我把他刺起來 好 欸他真的很像地瓜球欸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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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包餡 而且是健康食品地瓜球 很好吃 我覺得最棒的是 現在他手頭上的食物裡面 然後去混搭出很特別的東西 就是我覺得他背在最快的 用手自己操作一些 自己開心的小甜點 這一顆該不會就是你今天的碳水吧 不會 其實我就是很衝突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去練對不對 所以我練前呢 先吃50克的地瓜 練完之後還可以再吃70克的地瓜 對 而且我覺得像你現在這種狀態 就會變得很容易滿足 真的 對 你這樣吃這個也可以超快樂的 所以你就後來不經的我會想 喔好甜喔 哈哈哈哈 基本上我們今天要試的幾個 所以這邊會有一個線條 這邊這邊會看到這裡有個像 跟下來離心跟上心的時候 我的力量都是這樣垂直在這一條的垂直 在這一條的垂直 寬握鍊鍊下 你握的時候呢 盡量把重量的感覺是放在小拇指這邊 平常我們是這樣往後拉順順 但是我需要有一點是往內扣的感覺 往後拉的時候收緊後面這邊的菱形肌 你平常都喜歡練什麼 我喜歡練臀部 自由重量深蹲硬 也不至於那麼心 而且我覺得時間有限的情況下 與其練這個小小的 我不能全部拿去練過關節的習慣 喔 你知道這樣的特質讓我想到 心理測驗 心理測驗 我先跟你講答案 好啊 你是個英雄 HERO 在漫威裡面的綠巨人浩客 這麼絕 這麼絕 很有正義感 然後你是勇氣 就Mikey的slogan Just do it 把它做好就對了 這個特質在你的運動表現上面 就反映到說你喜歡練下肢 你喜歡練這種大重量 把它的東西就是做到足 做到滿了這一種 帶領著大家有領導能力的那樣子的特質 發號施令的那一位角色 對 這是你嗎 滿準的 是吧 如果看影片的各位 解析是什麼 請鎖定 Sharon Lund的排隊 練完了 時間真的滿少的 早起 然後會先做我的routine 做伸展拉筋 冥想再早餐 然後再練個半個小時posing 去健身房 40到60分鐘 就訓練完 之後就去上班 8個小時之後 再回去健身房 再去有氧 所以你的生活 除了工作以外 其他全部都是環繞在背賽 對 背賽最難的 不是說你到底練得多好 而是說 只是你到底心理上有沒有去調適 這樣子的生活 你要怎麼從中去學習到說 你要怎麼跟自己相處 我在最後這幾個月 生活上有蠻多動盪 但是這些動盪 我一直都是用生活的調整方式 去找回我自己生活平衡 那你知道對我來說 最後是什麼 是什麼 你選擇不比賽 太辛苦了 我想不比賽最開心就是好好吃 那我現在就是看到什麼 就是直接撇路 屏蔽一些會讓你分心的事情 真的 背賽不是一條簡單的路 但是背賽 我覺得是一個 我蠻喜歡的 要不然我不會選擇第二次 覺得在背賽當中 你會找回自己的能量 我覺得啊 不論你是非常嚴格的背賽規格 去控制你的飲食跟訓練 還是像我比較偏佛系的健康訓練飲食 甚至你是完全擺爛不管 我覺得都沒有對出 這是個人的選擇 看你的目標是什麼 只要你現在走的路 是符合你的目標的 那我覺得就一切都很棒 人生活著不就是要快樂的嗎 是 你現在快樂嗎 很快樂啊 是吧 我覺得我現在背賽 我也很喜歡現在這種地標 所以 走到自己最舒服的方式 用到最棒 沒錯 如果呢你對於比基尼選手 背後那些很艱辛 很不為人知的過程 你想要看更多的話呢 歡迎到Jaren的IG 這一個月我都有分享一些 我的整個心路歷程的感受 像剛剛的大眾戰 我也是這樣透過這個方式 然後去介紹給大家 想要看答案記得去選擇的精選動態 那謝謝你看到現在 我們今天就先這樣 對 掰掰 大家趕緊上班了 對我要繼續上班了 掰掰 拜拜